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參加網路節目合體分身國子前 只見他舉手投足 微妙微笑 像極了本尊 傳出就有藍衣小雞 看上這點 想找這位柯文哲站臺 收費要高一點 成績一大為筆 本尊忍不住大開 國民黨靜客力玩笑 因為藍白分手後 國民黨禁止黨籍小雞 邀請柯文哲站臺 但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這是一個變通的伴侯 來來來 那就拜託你了 業員資先需要 業員資 第一站就業員資 對國民黨小雞釋出善意 而藍營參選人搶白營的票 還有這招 國民黨籍立委參選人洪家軍 就掛上了與民眾黨小雞 蔡壁如以及新北市議員 陳士軒的競選看板 成為另類的藍白盒 說要爭取各黨的認同 就是因為這區要面對的是對手 民進黨立委蘇曉惠 要勝選票員極大化是關鍵 不過看板上頭的陳士軒 卻坦言事前不知情 不打算要求洪家軍撤下看板 總統大選開打在立委基站區 藍營小雞求勝選 可說是華招百出 華視新聞另外 我們上檢紅旗台北新北報導 哈囉我是林傳沛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 或是體談動態嗎 趕快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好